人工智能AI概念是今年拉动美股走出反弹牛市的重要驱动力 预计AI浪潮将会持续 带来技术革新及推升生产力 隐藏巨大的商业机会 法力AI应用的联想集团 00992 显得值得关注 预计AI应用的迅速发展有望将级公司带来新机遇 联想2024财年首季 受消费市场低景气 基础设施行业需求放缓影响 营收 盈利均同比下滑 营收129亿美元 按年下跌24% 净利润倒退66%至1.77亿美元 但是由于方案服务业务的高利润贡献 整体毛利率由去年同期的16.9% 上升0.5个百分点至17.5% 创下首季新纪录 财报显示 受惠于新IT需求快速增长 方案服务业务营收17.13亿美元 同比增长17.68% 在P市全行业库存去化临近尾声之制 集团市场份额稳 居全球第一有望率先受益 同时并制定三年增长计划 推动传统市场优势与新兴市场继续扩张 商业升级周期和高端化趋势 有望推动智能设备业务实现领先市场水平 IT服务市场空间广阔 根据Statist的预测 2023年全球IT服务市场规模为12410亿美元 2028年全球IT服务市场规模将达到17710亿美元 公司有望进一步扩大数字办公解决方案 DWS混合云及可持续发展解决方案等业务 此外 AI应用的迅速发展带来新机遇 公司积极扩展AI相关业务 计划未来三年追加投资10亿美元 加买AI基础设施研发创新 与人工智慧技术和应用 并推出了专为AI设计的全新联想ThinkEdge 或ThinkSystem平台 为简化企业的AI解决方案部署过程 未来三年再投入10亿美元 作丰富基础设施方案业务产品组合 并提供Pocket到云端的数据一站式支持和解决方案 根据Fortune Business Insights研究 2022年全球AI市场规模为4280亿美元 预计2023年全球AI市场规模达5153.1亿美元 2030年全球AI市场规模将达到20251.2亿美元 集团股价在今年以来盘旋上升 本月至今涨幅达17% 通过积极拥抱AI加创新 并在智能设备等业务持续复甦下 值得关注